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这个抗癌霸王菜就是获笋 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一道食材 也是营养科医生经常推荐的冬天千金 中医认为获笋胃苦、性寒、有益五脏、通筋脉、尖筋骨、开胸隔、利小便等功效 还助降血压和血糖 另外,它对于肝癌、胃癌有预防作用 也可缓解癌症患者放疗或化疗的副作用 是一种抗癌蔬菜 那么既是抗癌霸王菜又是千金菜的获笋 究竟有哪些惊人的养生功效 1.冬天的千金菜 1.防癌抗癌 获笋中含有一种芳香听抢化质 对于肝癌、胃癌有预防作用 也可缓解癌症患者放疗或化疗的副作用 是一种抗癌蔬菜 专家研究表明 获笋的抗癌效果要比很多的抗癌食物都要高 比如网络上常说的防癌之王、红薯 2.保护心脏 获笋含钾量最高 有利于促进排尿 减少对心房的压力 对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极为有益 3.增进食欲 获笋味道清新 略带苦味 能刺激消化 增加胆汁分泌 刺激消化到蠕动 有助于增进食欲 4.胰岛素激活剂 获笋含丰富的维生素 钙、磷、铁、钾、钾、铁、膳、膳食纤维等成分 其中较多的尼克酸 被认为是胰岛素的激活剂 糖尿病人适当食用 有助于改善糖代谢功能 5.养肝抵御痛风 获笋的精液中 有一种白色的乳状液 名为获亚片 有阵痛和麻醉之效 可刺激消化液的分泌 促进食欲 改善肝脏功能 有助于抵御风湿性疾病和痛风 6.改善睡眠 获笋含有少量的点元素 它对人的基础代谢 心智和体格发育 甚至情绪调节都有重大影响 因此获笋具有镇静作用 经常食用 有助于消除紧张 稳定情绪 帮助睡眠 那获笋 那获笋适合什么人吃呢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2.哪些人要多吃 1.三高和心脏病患者要多吃 三高是人类致命的头号杀手 在中国的十大死亡原因中 与代谢疾病相关的死亡率 就高达35.7% 与三高相关的死亡人数 也占总死亡人数的27% 远离三高 已经是我们生活中常听的一件事 吃获笋就是远离三高的好办法 为什么 1.降血压 获笋中的甲离子含量丰富 是钠盐含量的27倍 可调节体内盐的平衡 经常食用 能有效减少高血压 和心脏病的发病几率 2.降血糖 获笋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较低 而无基盐 维生素则含量较丰富 尤其是含有较多的烟酸 烟酸是胰岛素的激活剂 糖尿病人经常吃些蜗具 可改善糖的代谢功能 3.降血脂 据营养学研究认为 它富含的甲有助于保持人体动脉畅通 防止胆固醇的蓄积 现代医学动物实验研究证实 肠食之可增强胃液 消化酶 胆汁的分泌 从而刺激消化到各器官的蠕动 增强消化力 有降血脂的功效 2.便秘的人要多吃 新鲜的莴笋中 有大量的天然植物纤维素存在 这种物质进入肠道以后 会让肠道运动加快 促进人体对食物的消化 让大便快速生成 莴笋中还有大量水分 它们能让大便软化 从而也就加快了大便的排出 经常生吃莴笋 就会让便秘消失 3.老人和长期卧床的患者要多吃 莴笋矿物质中含有钙、磷、铁、铅等元素 其中铁元素亦被人体吸收 故能防止缺铁性贫血 特别是以老人、孕妇和长期卧床患者 补充铁元素 莴笋怎么吃更能物尽其用 下面几个搭配很不错 3.莴笋石疗方 降三高、护心脏 1.莴笋加黑木耳 护心脏帮助降压 木耳胃肝、性贫 能义气强身、有活血效能 并可防止缺铁性贫血等 可阳血助盐、令人肌肤红润、容光焕发 同时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血管病有防治作用 莴笋炒木耳具有降三高的功效 食材木耳15克 莴笋一根 白糖两茶食 生抽125毫升 做法 一.首先将莴笋洗净削皮 切成片 黑木耳泡发洗净 焯水沥干 二.然后在锅中热油 再倒入生抽酱油和白糖 烧开后关火 加莴笋、黑木耳 翻炒至熟即可 二.莴笋加香菇 帮助降脂 香菇中含有胆碱、烙氨酸、氧化酶 以及某些核酸物质 能起到降血压、降胆固醇、降血脂的作用 莴笋与香菇搭配食用 有利尿通便、降血脂、降血压的功效 适用于慢性肾炎、习惯性便秘、高血压病、高脂血症 食材 先投入莴笋片 炒散再放入香菇丝铜炒 加精盐和少许清水 盖焖片刻 下味精 炒匀 三.莴笋加蒜苔 防动脉硬化 莴笋和蒜苔搭配食用 有助于防治高血压 因为莴笋和蒜苔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有清除体内多余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脂的作用 有利于防治动脉硬化 做法将莴笋切短片 蒜苔切三厘米段 辣椒切断 油热后下干辣椒爆出味儿 再下莴笋和蒜苔翻炒 最后放酱油、盐 大火炒三分钟即可 四.莴笋加菜花 预防感冒 菜花含有的维生素C含量 比大白菜、黄豆芽菜要高三到四倍 比柑橘中的含量也要高出两倍 不但能预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 还是一种非常好的血管清理剂 莴笋中的含点量高 这对人体的基础代谢和体格发育很有利 莴笋液的营养远远高于莴笋经 春季爱患咳嗽的人多吃莴笋液可平咳 可以做莴笋菜花汤 将莴笋切片 叶子切小段 菜花掰成小朵 鸡胸肉切成小薄片 一起煮汤盒 4. 莴笋怎么挑 1. 买莴笋挑叶痕密的 1. 以精液鲜亮油滤 不枯胶 不抽台 叶无斑点 腐烂等为优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安全 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冯霜庆提醒 叶痕密的更好些 营养价值更高 3. 新鲜莴笋在阴凉通风处可放两三天 冷藏则约可保鲜一周 应与苹果、梨子和香蕉分开 以免诱发褐色斑点 2. 吃莴笋别丢叶 很多人觉得莴笋的要比叶有营养更好吃 其实这种想法太绝对了 吃莴笋叶的好处也不少 1. 莴笋叶含丰富维生素A 多吃能促进头发的生长 抑制癌细胞 2. 作为一种良性植物 莴笋叶还可以帮助抑制面部油脂过度分泌 3. 使用莴笋叶可以有效地提高消化系统的功能 能增进食欲刺激、分泌消化液 还能改善肝脏功能 对风湿性疾病和痛风等疾病能起到预防作用 4. 莴笋叶中的有效成分能起到镇静的作用 长食莴笋叶可以舒缓情绪、有助睡眠 5. 长食莴笋叶能起到利尿排毒的功效 这就能减少对心血管的压力 适宜高血压和心脏病患者使用 6. 莴笋叶热量很低、营养比较均衡 适宜减肥期间使用 这样看来,莴笋还真是深藏不漏的宝贵蔬菜 总之,蔬菜中含有人体必须补充的微量元素 多吃蔬菜可以提高抵抗力 强身健体,保持营养均衡 老年人更应该多吃蔬菜 莴笋对三高降血汁有意想不到的作用 对于抗癌也大有弊意 老年人可以多吃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